OK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讲一个动作 但实际上这个动作不是动作 但是我们今天就讲这个动作 这个不是动作的动作 但它就是一个动作 但实际上它就不是动作 这个动作是什么呢 就是你直线突破 因为很多球员运动能力很强的 速度很强的 身体速度很强的 是不需要动作的 动作就是直线突破 就是往前走 就是运球往篮筐走 这就是动作 就是直线干 直线干人 然后上玩 这就是动作本身 但是呢你一定要有这个有速度 然后有身体素质 然后你是一个下坡的路线 什么是下坡路线 下坡路线就是你跑起来了 你从这个这边 运我下压 然后就全速走 不像我现在 我现在是跑不起来 但是呢大家大致懂得 什么詹姆斯呀 威少呀 这个沃尔呀 还有这个罗斯啊 经常就是下坡 我就下坡 我下坡来了 下坡对吧 你看这个下坡 当你这个速度非常强大的时候 包括力量很强大的时候 你下坡的时候 你本身就已经有一个优势力 有动力了 然后这个时候防守人要防你 他要往后退 你是在往前走 他也得往后退 而且加上你的身体素质 你就非常容易就直线 根本就不需要变相 直接就 就干人 大多数的情况下 这个人是不会把你卡住的 你一步就过了 然后你就扣楼 但是呢 有的时候呢 有一些人 他会把你卡住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体现出你强大的身体素质 你就 沉下肩 然后你 你手一挥 人就飞了 然后你就 上篮 你也可以扣篮 这就是所谓的直线突破 但是呢 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讲呢 可能这个身体 可能没那么变态啊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在你下坡的时候 就会 从这个直线突破 逐渐演变出一个变相突破 当你直线往前走的时候 你要是往前杀 而且尤其是你已经把人给杀过一两次了 他已经被你这个 过过一两次了 那这个时候 他就会很忌惮你直线走 会很忌惮你 比如说我现在左手运球 如果我还往左路走 他就直线走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 你看他忌惮你 你就来一招 推球变相 不是我们经常做的这个crossover 这个是没有任何停顿的 你就与其把球往直线走 你就把球往前推 右手直线 右手一样的 右手 你就往前推 这没有任何动作的 动作可言 你就是把球往前推 把球往前推 你就 然后你就 但是呢 你也可以就是用这个in and out in and out呢 因为有的时候 就是你的第三招 你的第一招是你直线走 第一招是你直线走 第二招呢 是你的推球变相 第三招呢 当有人这个发现你会推球变相了以后 你就in and out 你in and out 你就成功了 因为in and out这个动作跟你 推球变相的动态是 很相似的 但是这三招你结合起来了以后 你当然左右手都要练 然后呢 你就 你就成功了 好吧 这就是直线突破 这不是动作 但是它也是动作 它不是动作的情况下 它演变出了一些动作来 然后欢迎大家购买我的训练计划 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